昨天五十字是有点超出预期了 然后今天五十点七 说实话我一开始期待挺高的 结果今天早上 以第七名进入决赛的时候 我有点接受不了 对 然后在晚上剪录的时候 我还跟陈璐颖说 我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一道游过 所以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 有点给我游的 没有信心了 但是游完以后 结果又给我大增信心 就是这个结果 总让我的心情忽高忽低的 今天早上我们一直以为 你是在收着游 我早上可能没睡醒 我没有强盗说不可战胜 如果我还想游洛杉矶奥运会的话 我还是需要不断升级高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 完美技术性的运动员 我自身就已经意识到 很多年这个缺点了 然后想改吧 但是缺点总是很难去刻苦